我要唱一首詩歌 這首詩歌其實改變了我的一生 因為呢 其實呢 我在我考上 應該說 在我決定去考街頭藝人之前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是我的人生很大的低谷 那就大概在家裡等著大概八個月都沒有工作上來 對 比現在的疫情還令我害怕 就是你知道在家裡等待的感覺 其實歌手就是需要一個舞台 就是需要你可以唱給大家聽的一個機會 那那個時候呢 我其實心裡面想說 那還是說差不多要轉行了這樣子 正當這樣子想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很低潮 然後香港的一個好朋友 他就特別從香港飛過來台灣陪伴我 那個時候還沒有疫情 然後呢 他就 那時候他就開頭就問我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不要跟我去接上唱歌 那那時候我的心情呢 是我覺得 哇天啊 我八個月沒有唱歌 我覺得心裡面是很多的 該怎麼講的 沒有信心吧 沒有自信 自我懷疑已經破表的程度了 所以其實當他跟我提出這樣的憂鬱的時候 我心裡面是很害怕的 我覺得我可能很難的在那個街上 然後看到一個拒絕的眼神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可能會 當場崩潰吧 所以當他跟我提出這個邀請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面就有點恐懼 但是我也沒有拒絕他 因為他特別從香港飛過來 然後陪伴我這樣 然後到街上的時候呢 他說 走我們去西門町 結果他就這樣隨便找了一個地方 因為他其實是 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街頭藝人 那他也跟我們一樣有參加超偶的第一屆 他叫黃劍文 然後呢 他就 隨便找了一個地方 就開始唱 他開始唱的時候呢 就 我心裡就想說 哇 好緊張喔 因為 我沒辦法想像就是 我在街上唱歌 然後 就有人走來走去 在我面前 其實我是很恐懼的 然後 他唱著一首兩首之後 哇 得到好多好多路人的掌聲 接著 突然發生一件事情 警察來了 警察就說 不好意思喔 你的震雷在哪裡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很尷尬 然後 結果警察說 不可以不可以再唱了 然後結果把我們趕走趕走 就走走走走走 然後 我心裡想說 太好了 我不用唱了 就心裡面覺得鬆一口氣這樣子 結果 劍文他完全不放棄 他說 不行 我們要找另外一個地方 一定要讓你唱到 然後呢 他就又鼓勵勇氣的 再找了一個地方 他說現在就換你了 哇 那時候我心裡想 天啊 怎麼警察來也沒辦法 就是 逃過一劫這樣子 我就 全身發抖 就拿起其他來 我就開始 好吧 死就死吧 然後我就開始唱 結果我開始唱的時候呢 就發現 哇 人就一個一個停下來 在我的面前 然後他們的眼神呢 就跟現在你們的眼神好像 直直的看著我 然後但是 不是那一種 就是我覺得那個眼神是很 很炙熱的 很熱切的 欸 你要唱什麼 我要聽 那種感覺 欸 然後他們也知道 我就是張雲金啊 可是他們 沒有給我任何什麼異樣的眼光 或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開始唱第一首歌 哇 唱著唱著 天啊 當我開始唱 開口唱第一個音的時候 我發現 我突破我心裡的那個障礙了 因為在我唱之前 我覺得 如果我真的 我就在想像 當他還這麼想像 如果有任何一個 不屑我的眼神 我真的覺得 我再也沒有辦法開口唱歌 結果沒有想到 這些人就停下來 聽我唱歌 我才覺得 原來 我這個歌手 真的是一個 天生要唱歌的人欸 過去有很多時候 我對自己有很多的懷疑 我覺得 八個月沒工作 那代表 你應該是被這個 圈子淘汰得差不多了吧 你應該沒有機會了吧 所以 那個時候 對我來講 要開口唱歌 是很難的一件事 接著 我唱完第一首之後 我想說 欸 人應該要走啦 結果大家還停在原地 就像現在大家的顏色一樣 欸 我還想聽欸 這樣的感覺 我就鼓起遊戲 哈哈 不好意思 接受那個 抱歉 抱歉 我就鼓起遊戲 在唱第二首 我就刷上這個歌拳 結果後來 警察又來了 欸那個正雷 不好意思啊 正雷 對 對 就是那一秒鐘 讓我知道了 我接下來想要做什麼事 就是 我立志要考 台北的街頭藝人 然後 後來 我考上了 但是我考上這件事情 我覺得 根本就是一個生機 因為 你知道 考試是很艱難的喔 它是用一個碼表在那邊算 倒數算你的考試時間 只有兩分鐘 你要在兩分鐘之內呢 把你最優秀的地方表現出來 那 好啦 我就想我選一首 慢歌 一首快歌 快歌呢 是走比較炫技的那個風格 那慢歌呢 其實就是 我重新的在 你知道 當我在街頭上面 我真的有這個渴望 在街頭唱歌的 有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這個香港的朋友 他曾經在街頭唱歌 有一天 他唱著唱著 他唱著一首詩歌 突然有一個女孩子 那天沒有什麼人 有一個女孩子 劈頭散髮的 在他面前聽歌 然後 一直流淚 一直流淚 然後後來 那個女孩聽完那首歌之後 他就說 謝謝你 今天唱的這首歌 拯救了我 我本來信一下 今天是我活著的最後一天 當時我就很震撼 我就很感動 原來 就算我只有一個觀眾 可是我那首歌 或許可以拯救一個靈魂 所以我心裡就想 好 那我考試的第一首歌 我就要來唱一首 在那個時候 最低谷的時候的我 聽到的一首歌 這首歌呢 是教會的弟兄 他叫艾成 以前我們是老戰友 他是操偶第二屆的冠軍 他跟我們教會的弟兄 一起創作一首歌 叫 從天上來的神移 這首詩歌呢 我把它放在我考試的第一首歌來唱 然後我一邊唱的時候 你知道嗎 計時開始 然後我就開始彈 前奏 然後 主歌 副歌 天哪 怎麼過了一分半 本來要表現兩首歌 結果那首歌 都還沒有辦法 就是 等於是我最精采的 我覺得最炫技的那一面 我都沒有表現出來 就一首暖暖的 慢慢的一個詩歌 唱完了之後 那個檢考官就 時間到 然後就按掉那個碼表 當我按 他按掉那個碼表的時候 我還有點傻眼 我說蛤 沒了 這樣子 後來呢 王阿廷就跟我去 他就說 我就問他說 王阿廷 你覺得我會考上嗎 然後他知道王阿廷的反應是這樣的嗎 他這樣 嗯 我覺得齁 欸 就是他也很尷尬 他也覺得 我那個反應太真實了 可能今天那個考官會覺得 你這個很難考上吧 這樣 然後我心裡想說 算了算了算了 就應該也是不會考上這樣 我就是那一種 你知道我從來也沒有覺得 我超好可以第一名 這句話講出來 艾成都會氣死 因為他是多努力的在想要比賽 比到第一名 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得到第一名 所以我考試也是抱著這種心態 我就是 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求一個問心無愧 突破我自己 結果 我沒有想到 在某一天的早上 你知道前面這幾排 他們都是 我這錄像很重要的夥伴 就是 十多年的 不是粉絲 是家人 十多年 從2008年到現在 我去考試的時候 他們還陪著去 對 然後呢 那天早上就收到一個訊息 就其中一個 就現在坐我面前 然後呢 他就傳了很奇怪的 什麼一個表情 然後哥哥給我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打開來看 天啊 我的準考證號 天啊 我的名字 天啊 我考上了耶 真的 你知道嗎 台北市是會很難考的 就是百分之低很低 因為現在最近好像這一年又有些改變 但是歷年了還是非常難考的 我就用一首很單純 很簡單的一首歌 然後考上了這個街頭藝人 讓我的夢想 重新又可以再出發 然後我想要把這根祝福也 就是分享給你們 也送給你們 世界上沒有一個聲音 是 就是 是 沒有意義的 然後我 在聽到那個詩歌的時候 我知道有一個聲音 好像是上帝從天上跟我說 孩子 你很棒 你的才華 你的歌唱的才華 是我給你的 你勇敢的發光發熱 我愛你 你是我尊貴的女兒 哇 真的 這首詩歌 真的 感謝艾成哥 寫的這麼棒的一首詩歌 送給你們 歌詞棚 哭 让我靠近你 无论狂风暴雨 深深被吸引 享受体验心跳的生命 让我拥抱你 无论狂风暴雨 深深的照明 我要安静 经历的生命 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 也要寻求你 淡淡可不逆 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 我拥有坚持的勇气 我拥有坚持的勇气 期待与你在相遇 Oh my lord 天赋的爱 天赋的爱 Oh 永不知心 从天上来的生命 我拥有坚持的勇气 我拥有坚持的勇气 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 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 也要寻求你 淡淡可不逆 我拥有坚持的勇气 拥有坚持的勇气 我拥有坚持的勇气 使我一切 来拥有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oh 我的祝福 千万与你在相遇 oh my lord 天赋的爱 oh 永不知心 从天上来的生命 oh 永不知心 从天上来的生命 oh 我的孩子 期待与你在相遇 oh 永不知心 从天上来的生命 oh 永不知心 从天上来的生命 就是跌倒了 还要再站起来就没有什么 那个跌倒就不算神了 对 真的 是不是 好 非常开心今天张云晶与她的好朋友 其实如果你们有注意到我的脸书上面的话 其实会有Part 1 还有 之后会有Part 2 Part 3 Part 4 所以请大家密切的来注意这个 我们的脸书上面的一个活动的消息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支持我们 对今天的演出圆满结束 谢谢你们 我们来金头韵饼 金头韵饼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金头韵饼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等一下可以来前面小饼干 感谢小饼干 对吗